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 在這些不同的神經元裡面 他的神經訊號的傳遞 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 訊號還是訊息怎麼樣 訊息的傳遞 這個是在125頁下面的知識補給站 但他沒有講那麼多 然後我已經在趕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講 講的就是不太完整 好 神經訊息的傳遞呢 其實我們要分兩方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在神經元之內 他是怎麼傳遞的 在一個神經元之內 他怎麼傳遞 然後第二個我們要思考的是 在神經元與神經元之間 因為感覺不是要傳到聯絡嗎 聯絡不是要傳到那個運動嗎 神經元之間的那個gap 他們要怎麼跳過去 這兩種傳遞的時候 傳遞形式好了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先來講神經元之內 這邊要畫一個Q版的神經元 你剛才還Q版 因為重點是在這一根軸圖 好 所以就決定畫這樣 這是一個神經細胞 其實你們都聽過神經訊號的傳遞 有點像電對不對 其實整個神經細胞呢 他細胞膜內外的電位有點不太一樣 一般而言是裡面比較富 不要現在問我們原因和機制 拜託拜託 高三就會學到了 裡面是比較富的 然後外面呢 是比較正的 感客中無法詳細說明 那什麼叫做神經訊息呢 神經訊息傳遞的時候 譬如 這塊區域 現在這裡有個訊息在傳遞的話 他這裡面會是正的 外面會是負的 這地方他現在就是有個訊息在傳 等到下個毫秒的時候 可能訊息就到 下喔 毫秒不對 連毫秒都不到 不知道要用什麼 先刮再說 本來前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是這個地方的電位 磨電位跟人家不一樣 到下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變成這裡的磨電位跟人家不一樣 這是一種磨電位的傳染 從上游往下游的這樣傳染 這個傳染的過程就叫做神經衝動 在神經元之內 訊號的傳遞形式就是神經衝動 因為它有一點是像 它是一個磨電位的變化 所以我們通常都說神經元之內 訊息傳遞的形式是電 電訊號 但是其實它不是真的傳遞喔 它是傳染 我要怎麼說明呢 我上次用什麼 跑馬燈跑馬燈 跑馬燈這個字畫過來的時候 它不是真的亮亮的燈泡整個位移吧 對不對 它只是這顆亮完這顆亮 這顆亮完這顆亮 對不對 那個燈泡沒有整個轉 移動過去 所以它是一個傳染過去的情況 還有那個波浪舞 就是你們去看比賽的時候 贏了那一隊他的歌迷 不是歌迷 他的粉絲 不是會很高興的跳波浪舞嗎 你們知道波浪舞什麼是波浪舞嗎 對就是第一排 你們現在舉手 第一排舉手 然後放下第二排舉手 然後放下第三排舉手 然後第四排舉手 第五排舉手 第五排舉手 第六排舉手 請問第一排的手 有傳到第六排去嗎 沒有對不對 可是那個狀態就傳染過去了 這就是神經衝動 它是一種摩定位的傳染 根本完全沒有寫 所以我講到這邊已經講太多了 你們大概了解就好 好不好 拜託拜託 特別看著這樣安提 你們大概了解就好了 謝謝 好接下來 但是你知道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 神經通通傳到尾巴就糟糕了 斷掉啦 因為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之間 通常都不會有直接的接觸 比如這顆細胞跟這顆細胞中間 他們根本就沒接觸啊 這個部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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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個 間隙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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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課本 125页下面 125页下面呢 首先你会看到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你要知道它画的是什么 其实它画的是 这个 这个 它画的是轴图末梢 就是你上游神经元的一个 轴图的末梢 然后接下来你要知道 它下游画的这个又是什么 下游这个东西 可以是下游神经元的术图 但也可以是下游神经元的细胞本体 本体或术图都是可以接收 上游神经元的讯号 你也可以说 这个是神经传到末梢不会有受气啊 轴图的末梢不会有受气 轴图的末梢只会有下游神经元 或者是动气 对或者是动气 它也可以是动气哦 对它也可以是动气 不过课本上没有 故意是用两个神经元之间 你就假装这里是感觉 神经元和联络神经元 或者是联络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上游是一个电讯号传过来 所以大家那个 轴图末梢上面应该会有个箭头 神经冲动传到末梢 有吗 有这是step one 接下来呢 课本跳过两个step未来的讲 当神经冲动传下来的时候 本来位于轴图末梢会有很多小小的囊炮 这些囊炮里面呢 本来就已经会做好很多的神经传导物质 好什么 Eural Transmitter少打N跳 这是什么 Eural Transmitter好 Eural 好 这个神经囊 神经囊 这个囊炮是随时都standing by在这边 本来就存在的 他做很多在那边等待着 当你神经冲动传下来的时候 囊炮就会 哇 末梢移动 而且这个泡泡的膜 跟细胞膜的膜 所有的生物膜成分都双成磷子质 所以他很容易就这样fuse上去 fuse上去就会把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 丢出来 Eural 好 真的哦 好 好 好久我忍住了 好 所以 你们可以标这第一步骤 然后第二步骤 其实不是啦 中间还有很多步骤 我都把它跳过 可没没写啊 反正神经冲动传过来之后呢 你这个囊炮 就会带着神经传导物质 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在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 它并不是一个电讯号 它是一个化学的讯号 你有没有看到电是物理学在谈的 然后呢 化学讯号是化学在谈的 所以你在研究生物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物理的approach 就是电生理 你也可以用化学的approach 化学的生理学 好 那这个化学讯号怎么样 到下游的神经元又变成电讯号呢 接下来就是关键了 在下游神经元的速图或本体的细胞膜上 会有很多离子通道 这些离子通道呢 很有趣 它同时也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受体 所以它们是受体间离子通道 就是说它可以跟神经传导物质结合 并且把离子通道打开 好 所以它就接上去 并且把离子通道打开 举例而言 这离子通道可能是钠离子通道 钠离子其实是在我们的细胞外溢当中 最多最多的氧离子 就是你的血液 你的组织液 你的淋巴液为什么会咸咸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会把钠离子丢到细胞外 然后细胞内都没有钠离子 这是额外的东西 那如果外面钠离子很多的话 你把钠离子通道打开 那离子就会怎样 想要冲进去 第三个步骤就是结合 然后打开这个通道 让离子冲进去 那离子是一个带阵电的东西 阵电大量的冲进去 你的下游神经元就会变成这个状况 这不就是另外一次的神经冲动吗 所以冲进来以后 4引发神经冲动 我这边是超级简化版 已经有自学的同学 拜托包含一下 好 所以电的讯号传到 两个神经元的中间的间隙 这个gap我们特称为突触间隙 传到突触间隙的时候 会变成化学的讯号 因为你会引起化学物质的释放 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 而神经传导物质怎么样 又变成下游的电讯号呢 因为这个神经传导物质 会结合上它的受体 而它的受体呢 同时会生间离子通道 所以一结合上去它就打开 然后细胞外溢比较多的 纳粒子就会冲进去 冲进去之后呢 不就让细胞里面又带比较正电了吗 又是这个部分 所以它就让下游的神经元 又有一次的神经冲动 所以整个神经讯号的传递 就会是电化学 电化学 电化学 这样下去 然后这是快下课的意思 对不对 好 那我今天有一个小东西 请你们回家自己查 自己查骨髓跟脊髓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定要回家 你等一下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查骨髓 和脊髓有什么不一样 各文没有血啊 那是很重要啊 因为大家都搞恨 可能不会花什么时间讲 所以你们要知道它的位置 它的功能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你知道骨髓是你吃大骨汤的时候 所有的大 大一点的骨头中间 黑黑 红红的东西 这是用来造血的 它里面有造血干细胞 那脊髓呢 脊髓是 你有没有吃脊脖子 脊脖子里面不是有白白一条 对或者是脊髓或脑都是白色的 因为神经细胞外面有包一些 类似脂肪的东西 脊髓跟骨髓是不一样的东西 脊髓是神经系统 是白色的 骨髓是造血的 是红色 每一个神经细胞 神经元看起来都白白的 因为大部分的神经元外面 都有包一些像脂肪的东西 所以吃猪脑吃脊髓 吃到最多的营养物质就是脂肪了 好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把神经传递的形式讲到这边 然后呢 明天上课我们会来谈就是 人体的神经系统 中枢是哪些部位有什么功能 周围是哪些部位有什么功能 好下课